另外这一项的竞赛评比则是全线防汛抢险演习的评比 花莲县在这111年度的防汛抢险演习评比当中 花莲市荣获了全线的第二名 市长威嘉贤是特别表扬了工程队 同时感谢所有参演的单位 而市长指出当天受限于场地以及因应新冠疫情的影响 包括了人员以及单位都有大幅的缩边 不过在花莲市公所仍能够推出12个演练的状况 借此来验证应变机制也强化了救灾过程 彼此所需要的合作默契 花莲市公所111年防汛抢险演习在4月26号举行 以往场地都是在南滨太平洋公园 而因为这个地方在进行回南湾流水环境改善工程 因此把演习场地移到了上志桥旁边的复兴新村 市长威嘉贤表示 虽然场地大幅缩减 但是防汛抢险过程一点都不马虎 感谢参与人员辛劳 让市公所在这一次的演习获得上级单位的肯定 也在评比里头获得了好成绩 花莲市公所在防汛抢险演习也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那我们在此要谢谢我们非常辛苦的这一次的主办的工程队 那还有我们所有科市的一个大力配合 还有其他中央驻地的机关的一个协力 能够让我们这一次的防汛抢险演习得到好的成绩 那其实这些的目的都主要是要因应灾害来临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应变能力 那我们相信经由每一次每一次真实的演习 让每一个同仁都能够了解到演习之前之后 必须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那灾害来临前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境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克服相关的问题 那么在此也要谢谢我们各位同仁的一个辛劳 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地 把同仁该训练的部分继续加强 然后让民众能够安心跟放心 市长表示防汛抢险演习 是以花莲市有可能发生灾害的状况为模拟 邀请相关单位相互配合 希望可以强化组织功能 加强紧急应变能力 灾害一旦发生时 可以迅速地采取适当措施 来减轻灾害的程度 而市长也希望花莲乡亲 要建立防灾救灾的意识及观念 全民一起为安全生活预作准备 在灾害发生时要落实防救灾工作 把损失减到最低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